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驾驭情绪的力量》,作者是美国任治疗法研究院认证治疗师,临床心理学博士,珍妮福泰兹,纽约是语境行为科学研究协会的发起会员之一,曾多次在正念和接纳的相关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强调同时关注接纳和改变,提供切实可行的工具来帮助人们从陷阱中脱身, 以便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 作者在临床治疗中注意到,很多人会在情绪不佳时,选择用饮食来改善心情,但是,用饮食来管理情绪,往往适得其反,让情绪变得更糟 于是,他在本书中,从情绪化饮食入手,引导读者重新认识情绪,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帮助读者管理情绪,应对压力,进而提升生命的意义 来看第一部分,情绪和饮食的关系 饮食是为了维持生存,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情绪是心理上的各种感觉和状态 那么,饮食和情绪为什么能扯上关系? 这是因为饮食行为不但能满足我们的生理需求,还具有一些附带的心理效用,比如满足和安全感 在正常情况下,饮食带来的心理效用是正面的,但情绪不是 有些情绪是正面的,比如喜悦、自豪,另一些情绪则是负面的,比如害怕、内疚、愤怒等等 人类有一种天性,叫做屈乐必苦 当我们感觉到负面情绪时,第一反应就是摆脱它们 而摆脱某种情绪最好的办法是用另一种情绪或感觉来替换 这时,饮食和情绪就顺理成章地产生联系了 在情绪不佳的时候,我们尝试着用饮食带来的好心情去替换坏情绪 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表述,情绪化饮食就是指一个人并非生理上的饥饿需要 而是受到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的驱使而去进食 想在短期内为自己提供一种舒适的感觉 那些负面情绪可能是无聊、紧张、孤独、悲伤、焦虑、失落等等 那么,我们怎么分辨情绪化饮食和正常的饮食呢? 情绪化饮食通常会有下面几种典型的表现 在没有饥饿感觉的时候,或者明明已经吃饱了时候 心里仍然感到不满足 还要继续进食或者吃零食 对某种特定的食物感到热切地渴望 频繁大量地吃这种特定的食物 在经历压力事件的过程中或者之后吃东西 如果你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的表现 那真的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情绪化饮食的倾向了 情绪化饮食并不能有效地改善情绪 而且还存在恶劣的副作用 因为人对某种刺激带来的感受存在着一种强度递减效应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脱敏现象 心理学上常会利用这种脱敏现象来改善心理障碍 比如,利用增强刺激源暴露来治疗恐惧症 有个人特别怕狗 那么心理治疗师就会让这个人逐渐地多接触狗 一开始可能让他远远地去看狗 等他习惯了这种刺激 就让他慢慢接近狗 等他再次习惯了刺激 就让他给狗喂食 这么一步步地进行下去 最终这个人就完全不怕狗了 也就是说 狗这种特定的刺激源 再也记不起恐惧感了 情绪化饮食 也会让人对饮食的感觉脱敏 如果一个人反复地利用饮食来改善心情 那么 同样的食物带来的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小 也就是说 饮食和情绪抚慰之间的关联逐渐变弱 直到几乎没有什么明显效果 更糟糕的是 很多人会用增加饮食数量的方式 来维持情绪化饮食的效果 显然 这会导致过量进食 造成一系列健康问题 肥胖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 而过度摄取某些营养素 也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比如过量摄取蛋白质会损害肾脏等 长期的情绪化饮食 不但不能改善情绪 还会诱发心理疾病 当人感觉难过的时候 用食物来安慰自己 但他的理智会告诉他 这么做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大吃一顿之后 他往往会感到后悔 并且可能下决心严格限制自己的饮食 但是一旦情绪再次失控 你又会掉进情绪化饮食的漩涡 这很有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最终演化成神经性厌食症和暴隐暴食症 到了这个地步 就不是单纯的肥胖问题了 它会危及一个人最基本的心理健康 那么应该怎么解决呢 作者指出 情绪化饮食的根源不在于饮食 而是我们使用了错误的方式去对待情绪 情绪问题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即使你没有情绪化饮食的问题 你还是可能用别的不良方式去处理情绪 因此解决情绪问题 不受情绪的伤害 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那怎么解决情绪问题呢 那就是学会拆解情绪 再来看第二部分 如何拆解情绪 运用正念进行拆解 正念原先是一个佛教修行术语 指的是 修行者将思维固定在某个对象上 专注地观察它 佛家认为 正念能帮助修行者保持思虑的稳定 形成一种精进 专注的力量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美国心理学家把正念引入了西方 形成了一套以正念为核心的心理疗法 统称正念疗法 现代的正念疗法强调三个要点 一是有意识 有目的的觉察 二是专注于当下 也就是当前这一时刻的情况 三是在觉察和专注当下的过程中 不做价值判断 也就是不去分辨好坏和对错 那么 应该怎么利用正念去拆解情绪呢 一 抽离自我 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一旦发现自己产生了某些情绪时 就马上在想象中按一个暂停键 把自己从情绪的漩涡中抽离出来 努力进入正念的状态 这时 我们尝试从一个客观 外部的视角 跟情绪保持一定的距离 来观察和体验自己当下的真实情感 不走神 不评价 全然接纳当前状态 二 辨别和标识情绪 我们的目的是搞清楚 究竟是哪种或哪些情绪 在当下时刻笼罩了我们 我们将把这些情绪一一揪出来 精确地描述它们 给它们下定义 给它们贴标签 比如 当你感觉心情不好时 要精细和明确地指出自己的实际感受 可能是焦虑 也许是羞愧 也许惊恐 也许是感觉被人冒犯 有时候 我们的情绪是混合的 那你就要进一步拆分这团混合的东西 找出它的具体成分 比如 绝望 就是一种混合情绪 它大多结合了悲伤和事情 永远不会改变的信念 有时候 有些情绪特别强烈 也会掩盖当时的其他情绪 作者列出了最常见的八种情绪 包括恐惧 焦虑 愤怒 愉悦 羞愧 内疚 恶心 兴趣 三 刻画情绪流程 我们要研究每一种情绪的动态流程 找出它的来龙去脉 主要是搞清楚某种情绪怎么触发的 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触发的 这种情绪会造成什么身体上的感受和反应 这种情绪又通常会引发什么冲动 导致什么行为 最后再分析一下 这种情绪 从短期来说 对我有帮助吗 从长期来说 对我有什么影响 比如恐惧 面对歹徒 业余人士上台演讲 恐惧会引起一系列身体反应 比如心跳加快 呼吸不稳等等 体验到恐惧后 人们会有逃跑的冲动 行为上会哭泣 尖叫 或者呆若目击 恐惧对我们有帮助吗 面对歹徒 逃跑和尖叫可能是有帮助的 让你迅速逃离危险现场 或者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但对于公开演讲 陌生环境这类情况 恐惧可能真的没什么帮助 从长期来讲 人的一生总要面临许多风险和不确定的情况 如果你总是被恐惧所控制 就很难成长 在拆解情绪之后 有些简单的情绪问题就自然消失了 在生活中 我们的很多情绪问题 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 拆解情绪 只是控制情绪的前奏 要彻底改善情绪问题 我们就必须深挖情绪的心理和思维根源 再来看第三部分 拆解情绪有什么用 能帮助我们找到负面情绪的深层根源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们 作者在多年的研究和治疗中 归结出来三大情绪根源 以及对应的解决建议 一 不能驾驭欲望 欲望可能是生理上的 心理上的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一些欲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比如你真的饿了 就应该吃东西 但很多时候 你想要但并不代表 你真的会这么做 比如 你本来打算看书学习的 结果忍不住看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视剧 欲望的厉害之处在于 如果不能马上得到满足 常常会滋生出不良情绪 我们会感到很不爽 感到焦躁 委屈 生气 而这些不良情绪 又会反过来助长欲望 就好比火界风势 风筑火威 这就是我们常常纵容欲望 之后又后悔内疚的原因 我们认为 欲望必须得到满足 否则 欲望就会越来越强烈 但作者指出 满足欲望 并不能消除欲望 反而会加强欲望 我们越是对欲望屈服 就越会有更强烈的欲望 而抗拒能力 则会越来越低 比如 你特别想吃一根某个牌子的雪糕 结果附近的小超市 都没有卖这种雪糕的 当时 你可能失望而归 但也就算了 过一会儿 你再忙点别的事情 可能就把想吃雪糕的欲望 完全泡在脑后了 所以 对待某些欲望和随之而来的情绪 我们不妨冷眼旁观 利用正面的方法去体会 去拆解 去分析 但就是不去满足它们 一段时间之后 有的欲望也就没那么强烈了 二 思维陷阱 很多情绪问题 其实是思维和观念的问题 人类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那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境里 都能把自己头脑中的想法和观念 投射到现实中 给现实抹上某种色调 比如 一个人努力了很久 也没能做成某件事 他就形成了一种的观念 认为自己一定不能成功 带着这种观念 他在面对新的困难和挑战时 就自然产生了无奈 无助 悲伤 痛苦等负面情绪 所以 如果想控制好情绪 我们一定要经常检查自己的思维倾向和评价体系 避免思维陷阱 在下某个论断之前 多搜索相关的知识 多了解相关的事实 努力运用逻辑思考 适当寻求他人的观点 三 痛苦耐受力太低 痛苦耐受力指的是 面对负面情绪时 能够很好的接纳和应对的能力 因为我们并不能避免痛苦 而且冲动行为反而会增加痛苦 痛苦耐受力包含了你跟生理或者情绪上的痛苦共处能力的觉知 还包含你包容痛苦感受的行为 作者指出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如果一个人的痛苦耐受力很低 那么他在遭受某种痛苦时 反而会倾向于做一些更冒险的事情 有一项研究表明 当人们在赌博时 遭受了较大的损失 很多人反而会加大赌注 或者参与一些风险更高的赌局 显然 为了逃避痛苦而冲动行事的做法 通常会雪上加霜 因为这种时候 我们会变得目光短浅 智商下限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从眼前的痛苦里脱身 根本没有余力去考虑冲动的后果 导致更多的问题行为和负面情绪 那么 要怎么办呢 作者建议我们先慢下来 在面对痛苦时 采取一种静观其变的态度 无论此时产生了怎样的情绪 都不采取任何企图逃脱痛苦的行动 练习与负面情绪共处 如果期间出现了挫折 就接受挫折 重新开始 但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控制 不要过分责怪自己 那反而会导致你全盘放弃 当你习惯了忍耐痛苦的练习时 就开始调用你的理性思维 去评估痛苦的价值 思考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 找出问题所在 看能不能从中找到 把问题转化为机会的办法 好了 这本驾驭情绪的力量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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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